一家子都是残疾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大家好,我叫葫芦,贵州远家江西 我老公今年35,我29 今天我们去走星期,我老公的叔叔家搬新家 早上起床交了个车,带着老公和儿子去叔叔家 我老公一年到头难得走一次亲戚 他眼睛看不见,有太多的不方便 所以他不喜欢去别人家 到了叔叔家,我儿子在看电视 老公和他奶奶在聊天 我老公的奶奶每次见到我们都会问生意好不好 他生怕我们不能养活自己 准备吃饭了,都是亲戚 我婶婶做的菜不仅好吃也好看 吃完饭我们就自己打车回来了 刚好有个客人在门口等 我老公的生日快到了 在网上给他买了两件卫衣和一条裤子 平时说给他买衣服,他都说不要,有衣服穿 但是每次说给儿子买,他都说买好一点的 两件衣服的款式是一样的 一件白色和一件黑色 裤子是佳容的 正好适合这种天气穿 我老公一米七的个子 看他这个裤子都能把我这个人给装下了 这件衣服的 我现在念 感谢观看